盘点短跑比赛中那些因为放水 而错失超级成绩的比赛 最后一个最可惜 2015北京世锦赛 那年可以说是加特林状态最好的一年 光是百米就五次跑进9秒80 200米也跑出了19秒57的成绩 并且那年如果赛前不挑衅博尔特的话 加特林还是很有机会 拿下那年世锦赛金牌的 就好比接下来的这场百米半决赛 加特林放了接近10米的距离 最终以9秒77的成绩成功禁忌 如果不放的话 他的PP也就不会只有9秒74 好的比赛出发 加特林起跑还是不错的 绝对优势绝对领先 他带着麦克罗杰斯 奥古诺德也在往前赶 这个阻力太明显了 这个差距 9秒77 这场比赛严格来说 并不算错是超级成绩 但是从另一层面对其他选手来说 确确实实是超级成绩 这场比赛就是2017年 钻石联赛洛桑站400米比赛 那时的范尼凯克还没受伤 统治力自然是无法比拟的 并且这场比赛范尼凯克不放的话 最后的成绩绝对是稳近43秒50以内的 甚至还有可能进入40内 这场比赛同样严格来说 也不算是放水措施超级成绩 但这场比赛的视觉冲击力 绝对是一流的 可以说时候50米放了20米 并且现场还是逆风接近1米的风速 华尼凯克还能跑出这个成绩 其中的奇妙之处 小帕也就不多说了 各位自行观看 这场比赛可以说 鲍威尔最有意思的一场比赛了 2007年列地大奖赛预赛 那是波尔特海里扬名 亚买加的第一飞人还是鲍威尔 并且当时的世界纪录为9秒77 没想到预赛中 鲍威尔直接跑出了9秒74的成绩 并且最后还放了放 结果一局打破了世界纪录 可是要庆祝吧 哪有预赛庆祝的 但是不庆祝吧 这又破了世界纪录 所以小帕认为这是鲍威尔 最有意思的一场比赛 近些年关注田径的朋友 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名字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 工人的最可惜的一场量 1992年巴塞隆纳奥运会200米的半决赛 当时的200米世界纪录 为门内阿宝所创造的19秒72 并且那时已经保持了十几年了 而麦克马什最后不放的话 是绝对能打破他的世界纪录的 只能说实在是太可惜了 Marsch, eccolo qui Marsch in testa con Riggis Dasilva, formidabile Marsch e Dasilva in testa Riggis allunga Linforpisti con la godo dell'occhio Controlla il nigeriano Caiode che gli passa avanti Esce fuori Esce fuori